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民间的说法 武痛神属于邪神 是由五个妖物修炼而来的 他们六根未敬 极其邪恶 一旦跟他们借了殷债 就必须要还 而且永远也还不清 即便是当事人已经死了 后代子孙还是要继续还 所以只有那些不顾后果 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人 才会对此无所估计 借殷债在江南地区比较常见 周树仁先生曾在散文武昌会中讲到 在离他老家绍兴很远的地方 有两个很特别的庙 一个叫做梅姑庙 庙内素着一对年轻男女 眉开眼笑 另一个叫做武昌庙 专门供奉武昌神 这里的武昌神就是武痛神 前几天中秋节的时候 罗师傅来兰州看孙子 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看了看他 顺便给他送了个大月饼 回到那个老旧的小区 一切还是那么熟悉 树还是那些树 郁郁葱葱的 池塘还是那个池塘 潺潺流水 只不过大家都已经变了样 罗师傅看着我很感慨 说当年的毛头娃娃现在已经长成大叔了 我无奈地摇摇头 没办法 岁月催人老妈 我们坐在院子里聊了很久 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 都这把年纪了 就安心在家里歇着 别再整天爬山翻岭 给人看阴宅了 罗师傅就叹气 说这两年各行各业都挺难的 儿子单位效益也不行了 他还得再干几年 给儿子补贴补贴 想想也是 这几年因为大环境的影响 整个社会的经济都在下景 大家的日子的确很不好过 我又问他 最近有没有遇上什么好玩或者神秘的事情 他想了片刻 说他每天不是给东家建个房子 就是给西家签个坟什么的 谈不上什么好玩 不过要说神秘的事倒还真有意见 就是不久前 他认识了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 给他讲了一个借阴债的故事 他说 前一段时间 村里有个外出做生意的年轻人回到了村里 说是在外面赚了大钱 现在一锦还乡 想要给村里做点好事 这个人在村里转了一圈 觉得修一座桥吧 工程太小 显得没有诚意 铺一条路吧 村里的路灶都被灌架铺好了 最后想来想去 决定在村子的后面修一个老年公园 好让老人们有个锻炼身体的地方 修建公园 自然要请工程师了 这个人就找到了这位退休的大学教授 想着工程师年龄大点 设计出来的东西更符合老年人的需求 另外农村破土动工 是要讲究风水的 村里懂风水的 就是罗师傅了 就这样 罗师傅机缘巧合 认识了这位教授 罗师傅说 这个教授姓张 祖籍是上海人 当年通过参加高考 考到了山崎这边 属于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毕业后一直留在学校当老师 按理说那个年代 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才 家庭背景一定不会差 可这个教授的家庭却很有意思 他的父亲竟然是上海滩有名的混混 人称怪眼张三 母亲的身份更是离谱 是个姚姐 是他父亲当年花三百大洋 从姚子里赎回来的 解阴寨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父亲的身上 他说 他父亲那个年代 上海滩鱼龙混杂 帮派林立 想要在上海滩立足脚跟 没有强大的靠山 想都别想 他父亲当时给一个很知名的画家当马仔 按理说 一个文弱画家 在上海滩能有什么势力 可这个画家不简单 他平时除了画画外 还和苏州一个叫做荣社的机构联系很紧密 这个荣社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它是青帮在苏州的一个分支帮会 属于黄金融的地盘 平时专门为黄金融做一些隐秘的事情 因为黄金融酷爱文丸自画 所以荣社中有三位画画的名家 绰号叫做眼乌珠 主要负责从各个地方给黄金融搜集名字名画 平时画家通过这三位名家 多少和黄金融有些来往 那个时候 黄金融在上海滩可谓是只手遮天 能和他沾上关系就很了不起了 为了给黄金融些殷勤 画家经常派马载给皇府干事 他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他父亲有一个特长 警觉性特别高 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平时主要负责黄金融外出护送的任务 几年下来 他父亲发现黄金融有一个习惯 他每年农历八月中旬 都会去苏州的上方山上烧香 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很古怪的现象 他每次去了上方山后 都会让所有人待在寺院外面 自己换上一套香云纱的山库 只带着他收养的傻儿子进去 极其神秘 他父亲觉得好奇 就私下打听 刚好他和黄金融身边一个贴身的伙计 有点交情 他就请了一个伙计喝酒 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伙计刚开始吞吞吐吐 说这是大佬的私事 自己怎么可能知道 然后他父亲直接掏出五十个大洋 拍在伙计面前 伙计这才告诉他一个关于黄金融的秘密 他说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荣爺每年去上方山 表面上是去烧香 实际上是去还阴寨的 伙计说 他听府里一些老苏州人讲 荣爺年轻的时候 常年混迹在苏州的各处戏院里 那时候每天食不果腹 日子过得很凄惨 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他就决定去上海闯荡 据说临走之前 他去上方山拜了武通神 借了阴寨 果不其然 荣爺到了上海后 可谓是一路高光莽进 从最开始表画店的学徒 到寻补坊的寻补 再到华人都查掌 最后直接成为上海滩 首屈一指的大佬 就连蒋先生都曾败在他的门下 听他指挥 讲到这里 伙计叹着头 故意压低声音 继续说道 荣爺现在每年去上方山 还的就是当年欠下武通神的债 不过府里的老苏州人私下都说 上方山上的阴寨借不得 借了 可就还不清了 伙计讲完后 他父亲恍然大悟 想着自己这么多年 一直寄人篱下 既然荣爺借了阴寨 能飞黄腾达 那他为什么不可以呢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带上家里的钱 独自去了上方山 可他万万没想到 就是这一次借阴寨 给他乃至这个家族 以后的生活埋下了货根 他父亲来到上方山后 找到武通神庙 庙里有一个棚头垢面的神婆 穿着花花绿绿的挂子 就像跳大声的萨买神衣 神神道道的 神婆听说 他是来接阴寨的 就让他在神像前烧香叩拜 然后带着他 来到山下的一处茅草屋里 点着一盏孤灯 让他待在里面别动 不知等了多久 就听见门外 传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进来两个中年人 他们一人一条胳膊 搀扶着一个老太太 此时老太太闭着眼 似水飞水 他父亲仔细一看 正是白天的那个神婆 中年人把神婆放在地上 只见他双脚刚落地 就打了一个哈欠 眼皮一番 像是癫痫病发作一样 抓起灯油 就往嘴里塞 这时 其中一个中年人 普通跪在地上 说道 武通老爷神威 最近前两是否富裕 只见神婆表情 极不情愿 从怀里掏出五个紫元宝 放在桌子上 慢悠悠地说道 最近前两吃紧 记得还回来 另一个中年人健壮 急忙抓起紫元宝 塞在他父亲的怀里 让他赶紧离开那里 并告诉他一周以后 如果元宝不粘 那就说明借债成功了 他父亲回到家后 把紫元宝放在一个木匣子里 一周后打开看 紫元宝非但没粘 反而鼓得更远了 说来也奇怪 没过多久 他父亲就有了一次表现的机会 有一次 法国人的一批货刚进上海 就被人给偷了 法国人非常生气 则令黄金融三天之内必须找到 可黄金融把整个上海滩都翻了个遍 还是没能找到货 急得团团转 他父亲知道后 通过自己的关系 自处打听 这才知道偷那批货的 是一帮小毛贼 这帮小毛贼胆大包天 偷了货之后 才知道是法国人的 吓坏了 连夜把货沉到黄浦江的一处浅滩里 他父亲找到这帮小毛贼 没有耗费一兵一组 就把货找回来了 荣爷得知后 心情大好 当时就让他跟着自己干 这件事过后 他父亲得到了荣爷的赏识 没过两年 又是歌厅又是赌场 简直混得风生水起 直到后来 杜月生崛起 黄金融倒台 他父亲才开始慢慢转型 做起了正规的生意 再后来他就出生了 从他开始祭祀起 父亲每年八月中旬 都会带着哥哥去一次上方山 在他的记忆里 哥哥的精神状态一直都很不好 他当时还小 以为哥哥是得了什么邪病 父亲带着他去上方山 是为了给他看病 可结果没几年 哥哥竟然死了 他回忆说 哥哥死后的那一段时间 父亲非常沮丧 经常把自己灌在房间里 然而 第二年八月 父亲又去了上方山 这一次父亲带着他 不过父亲在寺庙门口 犹豫了半天 最终没有让他进门 他当时很好奇 就偷偷地趴在门缝上 往里面看 这一看 可把他给吓坏了 只见寺庙的正前方 摆着五座神像 他父亲正跪在神像前 用刀划泼手掌 握着全往碗里滴血 足足滴了五碗 然后他端起碗 将碗里的血 分别淋在五座神像的头顶上 回到家后 父亲的身体开始出问题了 他整天萎靡不振 就像丢了魂一样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再后来他参加了高考 来到山西读大学 可就在他读大二那一年 有一天他接到家里的电话 说父亲快不行了 但是迟迟不可厌弃 想要见他最后一面 于是他就连夜坐着火车回到上海 父亲见着回来 把所有人置出房间 将自己借阴债的事 全部告诉了他 并让他每年继续去上方山还债 他当时觉得这件事很荒谬 想着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就问父亲 怎么才能彻底了结这件事 他父亲摇了摇头 说道 已经没有办法了 如果不去 就会大火临头 出飞断 话还没说完 就咽了气 讲到这儿 教授长叹了一口气 然后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说道 我最近身体不好 得早点歇着了 过些天还得去上方山呢 然后站起身 迈着盘身的小碎步 准备送罗师傅离开 罗师傅见状 说道 实在不行 以后就让孩子们去吧 老教授笑了笑 说道 哪里还有什么孩子呀 接下来 咱们再讲一个 关于借阴债的故事 这个就比较骇人听闻了 因为当事人并不是跟邪神借的 而是鬼 借了鬼债 相传借鬼债 要等到农历七月份 因为七月是鬼月 七月半是鬼节 鬼门打开 寻鬼入人间 享受香火祭祀 正是借鬼债的好时候 借鬼债者会在七月半前后 深夜在荒郊野外烧之前 倘若平地里刮起阵阵打着旋的阴风 火光忽明忽暗 就说明好朋友来了 这时拿出准备好的借债契约 契约上要注明借债事宜 偿还条件 按上你手印 然后把契约烧掉 同时点燃一根借债箱 倘若香火能够顺利烧完 就说明借到了鬼债 如果箱烧到一半就灭了 就说明人家不同意这契约上的条件 不想放债 这种借鬼债 看起来是人掌握了主动权 很公平 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 因为鬼心难测 鬼是活了一辈子的人 鬼迹多端 最善骗人 总能寻到契约上的漏洞 或是利用人心的弱点 算计人 最后坑的人家破人亡 甚至丢了性命 所以说 给鬼签契约 无异于虎谋皮 有些恶鬼甚至还会主动引诱人借鬼债 一步步将人引向万劫不复之地 这个故事要从不久前 我们村子里死的一个人说起 那人叫王老三 是我们村子里有名的父母 他这个人怎么说呢 村里人对他的评价不是很好 他小时父母双亡 按理说也是个可怜人 所以一开始 村里人对他都还不错 他也是吃百家饭 穿百家衣长大的 但是他长大后 却不学无术 成了个酒鬼 整天溜结串相 这家喝完那家喝 用老话来说 就是整天吊锅当的 不干正经事 那时候他家里很穷 再加上他不中地 不打凉 有手好闲 所以过得很拮据 欠了亲戚一屁股债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 就发了财 不仅还清了欠债 还有余钱 做起了买卖 而且那几年 他的运气特别好 同样的生意 别人赚不到钱 他却赚得盆满钵满 让村里人都羡慕得很 说他是命里带财 时间到了 才自己就来了 王老三发财后 得意得很 娶了一个比他年轻 十多岁的女人 又盖起了高门大院 逢人便吹嘘自己有能耐 露出高人一等的姿态 搞得村里人都不怎么待见他 后来他又开始 在村东透一块空地上 吞起了沙子 近几年建筑材料的价格 一路上涨 让他又大赚了一笔 但是好景不长 去年七月初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个穿着恋衣的男人 跟他要债 他觉得很奇怪 都说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他认真想了想 自己也没欠什么人债啊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 妻子一开始也没当回事 只以为他做了个怪梦 但是后面接连几天 他都梦到那个男人 恶狠狠地要他还债 妻子也渐渐发现 事情有些不对劲 因为他经常在深更半夜 跑到四五里外的一座 乱葬岗烧纸 喊他他也不应 脸上神情呆滞 就跟梦游一样 第二天醒来后 什么都记不得 而且他的身体 也一日不如一日 整天咳咳不停 脸色苍白如智 看起来很是虚弱 像是老了十几岁似的 王老三妻子 见事情严重 就带着他找到村里 给人看似的刘师傅 让刘师傅 看看怎么回事 将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给刘师傅一讲 刘师傅见多识广 顿时明白的是怎么回事 就问王老三 有没有借过阴债 王老三摇了摇头 反问刘师傅 什么是借阴债 刘师傅告诉他 借阴债 就是跟鬼借钱 借了鬼的钱 鬼自然会上门讨债 他把头摇的 跟波浪古诗的 说我连阴债是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会借阴债 再说我也不敢 跟鬼借钱 刘师傅见他说的 不像有假 就很奇怪 让他再仔细寻思寻思 他发财前的那几年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怪事 或者有没有人 平白无故 借给他钱什么的 他挠着脑袋想了想 想着想着 忽然就脸色变得煞白 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他磕磕巴巴告诉刘师傅 说几年前 确实隐约记得 有人借过他钱 为什么是隐约记得呢 因为那天他喝了酒 那时他还很落魄 雄困潦倒 都里摸不出俩钢蹦来 过得很不如意 那天正好是七月半 给仙人烧纸的日子 当天晚上他给父母烧纸的时候 就抱怨父母死得早 也没给留下些什么家当 又在坟前诉苦 越说越委屈 哭得稀里哗啦的 烧完纸的心里憋屈 就打了壶酒喝 借酒消愁 一边喝一边往家走 那酒精大 喝得他晕头转向 再加上那天夜里 月黑风高 他不知不觉走错了道 来到了村西的乱葬岗那里 他喝了酒 倒也不害怕 就坐在一荒坟边哭 哭着哭着 忽然觉得 有人拍了他肩膀一下 回头一看 是个中年男人 他当时喝得头昏眼花 也看不清那男人长啥样 就觉得他脸上 跟笼罩着一层雾气一样 看上去模模糊糊的 那人叫了他生老弟 很和善地问他怎么了 为啥在这哭啊 他就把心里的委屈 一股脑说了出来 那人就笑了 说不就是钱的事吗 谁还没个困难的时候 还当多大的事呢 然后那人就掏出一把 花花绿绿的票子 塞到他的口袋里 他当时还以为 遇到了好心人 这么慷慨 于是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感谢人家 那人却说 老弟你先别急着谢我 我这些钱啊 不是给你的 而是借你的 等你以后有钱了 还得再还我 他当时喝得晕头转向 也没仔细寻思 这深更半夜的 为啥会有人跑过来 借钱给他 只想着甭管是给的 还是借的 只要有钱拿就成 就点了点头 又想着既然是借 不如就索性多借一些 于是 又跟那人 要了些钱揣到兜里 那人随后拿出一张黄纸来 上面鬼画符一样 写着许多弯弯曲曲的字 他也看不懂 那人告诉他 这是借约 然后让他用手指沾你 按了个你手印 按完手印后 那人就不见了 他当时迷迷糊糊的 那人走后 他就躺在乱坟堆里 睡了一宿 第二天醒来 想起这事 往兜里一掏 却发现兜里 什么都没有 只当自己昨天喝多了 做了个发财的美梦 也没当回事 只是自己 竟然在乱坟堆里 睡了一宿 这让他很是后怕 所以这件事 一直也没忘记 王老三说 现在想来 自己的确是从那以后 就开始发财 运气好的不得了 刘师傅说 这就是了 你之所以 财运旺盛 是因为你借了那人的因债 还跟他签了借约 按了你手印 要知道 只有阴间的契约 才会按你手印 现在人家找上门来 是要跟你讨债呀 王老三一听慌了 忙问刘师傅 有什么破解的办法 刘师傅说 现在人家手里有戒约 就算是告到 城隍老爷那里 咱也不占领 哪有什么破解的办法 只能老老实实地 把阴债还了 他妻子开口问 这阴债怎么个还法 刘师傅说 这要根据借阴债的 多挂去烧阴纸 他妻子一听 只是烧纸 松了口气 说买明纸 才花几个钱 烧就烧呗 刘师傅却摇了摇头 说当年的鬼 借给他的钱不是钱 现在烧的纸 也不只是纸 这些都是财 烧了去 自己也就没了 而且 刘师傅又对王老三说道 你借了他那么多年的阴债 利滚利 现在哪里还能还得清 就是把你今后的财权都搭上 那也不够啊 你以为阴债是这么好借的 阴债碰不得 因为那是鬼在算计人哪 阴债还不上 就要拿命来还 他让你天天晚上去烧阴纸 不光是要你还阴债 还想要你的命呀 所以你才会身子一天比一天差 王老三一听 顿时就被吓得六神无主 朝着刘师傅又跪又败 求他一定要救自己一命 刘师傅说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他来找你讨债也并无不妥 但若要人性命 就说不过去了 这种事情有为天理 尚告到城隍爷那里 他也吃不了兜着走 刘师傅让王老三的放心 他可以去跟那鬼说道说道 只要把话挑明了 那鬼是断然不敢再害人的 只是这阴债该还还是得还 不然理亏的就是他了 王老三他老婆一听 不大乐意了 还了阴债 家里没了钱财 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他想要问刘师傅 讨个既能保住人 又能保住财的法子 刘师傅摇了摇头 说自己也没辙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自己能有什么办法 但奈何王老三的妻子哭个不停 在他跟前纠缠不休 王老三也跪地苦苦相求 刘师傅被闹腾的没有办法 沉刺了片刻 他告诉王老三 自己确实是没辙 但却知道 有个人或许能帮他 那人是个老道士 道行很高 住在村东边 吉山上的一座小道馆里 他那个道馆有神灵庇护 鬼祟不敢入内 如果他肯让你进道馆 躲上个十多天 等鬼月一过地府关门 那鬼就得回去 到时你便可以躲过一劫 只是这法子可躲得了一时 却躲不了一世 除非你每年鬼月都去他的庙里待着 而且刘师傅顿了顿 又接着说道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那个牛鼻子老到认死里 且脾气古怪 喜怒无常 不见得他会帮你 王老三想了想 觉得也没其他什么好办法 只能去试一试 吉山上住着的那个老道 他也知道 道是姓罗 叫什么 却无人知晓 附近的村人都称他罗道人 罗道人常年身居山中 很少下山 他在山里也曾偶然见过几面 罗道人虽不苟言笑 见人也不打招呼 但看面向道也慈悲 不像是那种见死不救之人 刘师傅在往老三临走时 叮嘱他 见到罗道人之后 切记不要提己是自己让他去的 他与罗道人有些小过节 不提到还罢 提了怕是更美系 王老三点了点头 从刘师傅家出来 带着妻子直奔吉山而去 吉山不大 山上仅有罗道人所在的一座道观 所以并不难找 到了道观之后 见罗道人正在外面扫地 勾搂着身子 穿着一件破旧的纳衣 跟乡间老龙一般模样 丝毫看不出道横高深的样子 他上前满脸对笑地喊了声道掌 罗道人抬起头打量着他 脸上却是没有丝毫表情 他有些尴尬 没敢立即开口说自己的事情 而是先去罐中给供奉的三清 烧了炷香 拜了拜 想借一给罗道人留下些好印象 然后又回来 将自己借阴债 以及遭遇归讨债之事 讲给了罗道人听 并请求他相助 却没料到 话还没说完 就被罗道人给赶了出来 任凭他在灌门外如何跪求 罗道人都无动于衷 他不由得有些气恼 心想这牛鼻子老道还真是油言不尽 索性便隔着灌门 对罗道人破口大骂 说你一个修道之人 却见死不救 不避护信众 心里没有一点慈悲心 你这是修的什么狗屁道 罗道人被骂了也不恼 只是隔门对他说道 小鬼一朵 因债难偿 人命好救 贪心难懂 我救得了你命 却就不了你心 救得了你一时 却就不了你一世 我关你面相 隐堂发黑 死期已入玄关 已是无药可救 你命离本不该死 却露出必死之想 既以你贪心过重 对那些身外之物过于看重 你自己贪心难恶 执着于荣华富贵 我又怎能救得了你 你若能放下心中的贪念 自会逢兄话急 也无需我救 王老三 此时又哪能听得 进罗道人的话 只认为他是 不肯帮自己的推脱之言 他骂骂咧咧 带着妻子下了山 既然罗道人 不肯帮他 那他只好再去找刘师傅 得知罗道人 不仅没有帮助王老三 反而将他赶出道观后 刘师傅很是吃惊 他虽然与罗道人 性格上不大对付 但对他的人品 还是很了解的 在他看来 罗道人虽然脾气古怪 但心性却是纯善 纵使不肯帮王老三 保住家财 也不至于见死不救 这中间 怕是有什么隐情 刘师傅虽然心中疑惑 但也没有细想 他告诉王老三 既然罗道人 不肯帮他 那就只能自己 去跟那鬼债主谈判 保命舍财了 王老三虽然不舍得 自己家财 但也没其他办法 只得咬着牙 点头同意 王老三的妻子 更是不停地 哀声叹气 当天夜里 刘师傅在王老三的带领下 来到乱藏岗的那座荒坟前 他让王老三在远处等着 自己则在坟前燃上 一柱禽鬼香 王老三心情忐忑 远远望着刘师傅 不停地来回踱步 不一回 只见刘师傅 似乎是在跟谁说话 与其身而和缓 身而严厉 最后几乎吵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刘师傅终于谈完了 走过来 告诉王老三 已经跟他说好了 只要再给他烧三天阴纸 就可以了 刘师傅说 开始他不同意 要拿你命抵债 是自己说要去 城隍庙告的阴状 他才害怕了 答应了自己的要求 王老三点了点头 口里说着感激的话 脸上却丝毫 没有高兴的表情 命虽然保住了 但家里的钱都没了 以后的日子 还不知道该怎么过呢 虽然不情愿 但王老三 也不敢不去烧阴纸 毕竟还是先保住民要件 他一连去万葬岗 烧了三天的阴质 烧完后晚上 果然再没发生过怪事 他的身体也渐渐好转 没过几日便康复了 但他心里却高兴不起来 每天都担忧不已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会变成穷光蛋 但是该来的总会来 没过多久 村子里下了一场雨 赖雨说了野怪 本来只是一场小雨 稀稀利利的 雨水却将王老三 囤积沙子的那块地方 不远处的一条河堤 给冲开了 河水一出 把王老三囤积的沙子 给冲得七零八落 到处都是 河堤溃口很快 就被村民们封堵上了 给村子造成的损失也不大 唯有王老三损失惨重 囤沙的地方 沙子所剩无几 倾家荡产不说 还欠了一屁股债 日子也随之过的窘迫起来 与先前相比 简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自从嫁境贫苦之后 妻子就天天和他吵架 后来没过多久 两人就离婚了 王老三一个人 过得更加不如意 俗话说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王老三过关了 锦衣玉士的生活 现在哪里 还能忍受这种贫苦的日子 这种落差 让他难以接受 而且他的财运好近 未来更是没有好日子过 这让他更是心生绝望 没过多久 他就跑到决堤的那条河边 投河自尽了 刘师傅听说了王老三的死讯 心里感慨 此时终于明白了 罗道人跟王老三所说的那番话 自己能救他的命 救不了他的心 心中有贪念 求财不得 一心求死 又怎能救得下他呢 他叹了口气说 罗道人的道行 确实要比自己高 罗道人一开始 便已看出 王老三无药可救 所以才将他赶了出来 而自己却徒劳无功 白白忙活了一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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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